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 邵宇为去年11月坎城与张立昂情转弹 没多久就汉吴康人爆出绯闻 遭执意无逢接轨 连过去与世元界的绿帽怡云 也再度被拿出来讨论 让邵宇为心情大受打击 面对连日外界揣测声浪 世元界今天终于跳出来为邵宇为说话 在脸书表示 一直以来我没有说过女方劈腿 分开也不是因为女方有劈腿 过去的都过去了 邵宇为前与张立昂音合作 1989一面间假戏真作 外传世元界惨遭披脚 当时吵得沸沸扬扬 世元是受访时还打去 笑称现在尽可能少碰绿色的东西 并表示都过了 就让我戴绿帽吧 朋友骂我以前不是男人 被认为是话中有话 不过面对邵宇为与吴康仁的绯闻 世元界的难得发声护照爱 不但在脸书为他沉情没有劈腿 还大方献上祝福 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自由时报电子报提醒您 未成年请勿饮酒 酒后请勿开车 饮酒过量有害健康 世元界作 邵宇为恋情已成往事资料照 读者提供吴康仁又去年与邵宇为合作 净传恋情 资料照三例提供 是元界今天在脸书上为邵宇为成情劈腿一名翻设字脸书 明镜与点栏仁